万例必须要到12月中 指挥官王毕盛也回应说 12月有机会跌破万例 另外下个月就会来讨论 口罩禁令和时来松绑 指挥中心将参考其他国家的规定 分阶段解除 但要跌破1万例 必须要到12月中 下降趋势不变的话 我想可能要到12月 才会有机会到万例以下 至于国人关注的口罩禁令 到底何时松绑 指挥官王毕盛表示 会参考其他国家的规定 分阶段讨论 像是用室内外区分 或是指定特殊场合区分 像是密闭大众运输 医院长照机构一定要戴口罩 没有指定场所 则不必戴口罩 另外强度也会区分 规定要戴或建议要戴 疫情能够稳定下降到一个程度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讨论 分阶段的方式去处理 不会是在11月7号实施 另外确诊隔离天数 是否缩短为5天 下周再召开会议继续讨论 日本东京出现了6期XBB病例 新加坡也占了6成以上 XBB会比BQ家族 会更早成为我们有 本土病例的变异株 新加坡初步的统计 住院率似乎有下降三成 卢一君强调XBB 虽然有传播力增加的情况 但是重症死亡住院率等指标 都没有增加 后续要继续观察 但也要留意的是 XBB有免疫脱逃的优势 因此重复感染可能增加 记者王志文王一仲 台北报道